专载自百家号作者,董球军现在这个球星抱团的年代,很多球队都有二到三位球星压阵,不过,有很多时候,一位球星离队,足以令整个球队奔爬,实力大跌。 一,詹姆斯他先后向立骑士,却活在的骑士,每一次离队,都导致球队实力大跌,轮回于哪? 去年的骑士是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,今年夏天詹姆斯的离开,骑士来年很大机会轮回于哪? 二,保罗去年夏天离开快艇后,球队失去大脑,进攻无力,加上伤病,快艇最后连继后赛,也没能打进。 三,霍华的超人在十二年离开魔术,魔术马上失去内线支柱,把手边的软弱,进攻无力,那一年兵败如山倒,战绩为连盲,倒数第一,球队一路重建至今也还没有起色。 四,加内特零七年的夏天,狼王离开了效力十二年的森林狼,远赴波士顿,缺少狼王后的森林狼巴特勒屈龙无首。 战绩一落千丈,好在今年得到不少优质鲜秀的加入,加上去年夏天引入巴特勒,终于在少年重返季后赛,目前的森林可以说暂时完成重建。 不过这一项工程,历时十二年,不得不令人佩服狼王的实力和价值。 五,奥尼尔大鲨鱼和科迪于零四年老班,胡人选择了较年轻的科比作为舰队核心。 大鲨鱼远走迈阿尼,纵使科比的表现依旧神勇。 但胡人马上由征标分子,轮为晋后赛都未能进入的弱队。 六,那时疯子只在十二年离开太阳加盟胡人,然后太阳马上进入重建。 今年得到壮狼加入,加上布克杰克逊和杰克逊球队为了令人期待。 七,波士龙王在十年夏天离开多伦多,加蒙麦阿尼热火,和詹姆斯,闪电侠为德组成超级三巨头。 然后两次夺得总冠军,失去波士后的猛龙之道德罗赛的举起才完成重建。 今年夏天球队用德罗赛作为主要筹码换来攻守兼北德伦纳德,希望球队于季后赛中更上一层楼。 爸,德龙威廉姆斯德龙威廉姆斯和当时爵士的主教练反脸,球队随即交易了他,然后球队战绩一落千丈,而德龙威廉姆斯也开始走下坡。